好 接下來我們要問各位一個問題 我們說銀河系是一個圓盤 中間凸起像荷包蛋 可是銀河看起來是長長一條 中文叫銀河 河嘛 一條嘛 英文叫牛奶路 路也是怎樣 一條嘛 一條 照片那就是一條 那是什麼 銀河 我說它像圓盤 可是它看起來明明就是一條 停車站屆問 為什麼 要想一想為什麼 最後一句 你該會 人心會是 祂是傳牌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呢 我说它是圆盘 中间凸起像荷包蛋 为什么你看起来它是一条呢 帅哥27 为什么呢 同学有些答案啊 有些答案就凑所以当作可以没关系 你觉得呢 我们找个女生问问看 有 这个是二号吧 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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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立 起立说不会 好啦 起立说不会 好啦好啦 不会就不会嘛 人在江湖 谁怕谁 乌龟怕铁城 抽一个 抽一个 来 有的学生回答我叫做角度问题 这样子也算OK 角度问题 来 意思是怎样呢 是谁啊 第三 我们是在银河系的边缘 我们在银河系的边缘 往中间看 一个盘子 边边 盘是圆的 银河系是一个圆盘 中间凸起 结果它却是长这样 那你老师有什么 那你确定它就是个圆盘吗 那我讲过 上次高中生 我有问题的时候 内提的答案 就跟它是一个 中间凸起 有关系 有关系 所以 我有从一些别种种的 现象证据 证明我应该是一个圆盘 中间比较凸起 只是我现在看过去呢 它是一个条状的而已 这就是我们的动脑时间 請问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很好